就配置文件放哪呢 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说 然后现在正在下载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然后下载完了后呢 就会执行它的一个解压和安装的一个过程 这些过程其实很容易去理解 如果我们来设计一个apt这样的一个管管理包 你会不会也会采取这样一些思路呢 大家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在玩这些软件的时候 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习它的操作 一定要学习它的一个设计思路 过程可能有点慢 我先暂停一下 大家可以看啊 刚才已经下载完了一个 现在又再下载一个 那这个下载的就是相应的一些依赖包了 包括这个也是下载的依赖包 vm的一个run time 依赖包 下载完了过后 大家可以看后面就是在进行一些update的这些过程 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安装啊和配置的这样一些过程 好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那我们为了掩饰是否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vm 诶 诶 奇怪 怎么回事 看一下 where is vm 有的呀 这样子我们重新开一个 重新开一个中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现在就可以打开了 刚刚才可能是因为没有 没有其实生效 好 那么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vm是安装成功了 对吧 hello ok 那么至此我们的 apt的这个安装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进行一个卸载 apt 还是用的apt gate 那么我们都知道卸载是不是用什么 remove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卸载是不是卸载不完全 是卸载不干净的 因此我们要加上一个参数 就是part几 表示把它清理干净 把它清理干净 这个单词本来就有清理的这样 清除清理的这样一个含义啊 ok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卸载 卸载过程就很快了 ok 我们再来试一下 vm 是不是就又没有了 我们用一下 where is vm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没有vm的这样一个可执行文件了 对吧 那么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的话 大家愿意删除 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手动删除 但是像它的什么帮助文件呢 这些就都没有了啊 像它帮助文件 这些什么都没有了 ok 这就是我们 apt gate 我们所要掌握的内容 那么要求大家熟练的掌握这两条啊 apt gate install和apt gate remove 熟练的掌握这样的两条 那么 还有就是我们atp cache apt cache是用来查询我们软件包的一个信息的 来查询我们软件包信息的 那么 这里头就有什么秀啊 palicy啊 dependence 依次来说一下 那么秀的话就是什么 显示软件包信息 policy就是显示软件包版本 或者叫安装状态 版本间安装状态 dependence是显示软件包 然后依赢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依赖关系 我刚刚在讲apt gate check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想要查他所有依赖的这些类户吗 就要通过apt cache dependence dependence apt cache search 这个就是查询 在在我们的source里面 软件包的这个source就是园里面 去查询什么某个名称的软件包 那么这条命令就是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装那个 n n cursus ncursus的时候 我能够知道他的类库名称是 labncursus5 第1V 因为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些关键词 查询 然后去选择的 那么好 我们来依次来看一下 apt cache cache 秀一个 hvm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帮我们这个包的信息全部都显示出来了 它的优先区是可选的 然后它是个编辑器 它的安装后的大小 维护 架构 版本 提供者 它的依赖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依赖关系在这里 也有了 还有建议 建议的 建议它安装的 然后文件的名称 官网 如果你要报bug 报到哪个地方 OK 这就是我们的 apt cache show 就显示这样的一个包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 就是apt policy policy是用来显示软件的安装状态 policy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显示出来的这个软件的安装状态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找一下 嗯 在这 是否安装 那表示没有安装 然后这是它的候选版本 也就是说你 你如果要安装的话 它会安装什么样的版本 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它的包啊 就是它的这个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版本版本库里面的这样一个表现是什么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 好 这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地方就是是否安装目前显示没有安装我们待会我们我们刚才把它安装了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直接显示它已经安装好了版本号 好 这个是我们的policy 第三个是dependence 显示它的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实际上我们看那个信息的时候对吧 看秀的时候也有一个依赖关系 但这个会更加详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个来看的话是不是就更加详细 一个一个给它列出来 suggest 哪些是dependence的 哪些是suggest的 所以至于哪些是recommend的 这个就非常清楚 还记得我们刚才它在下载的时候 是不是还下过这个 我们当时能看到 它下过这个 还下过 下过好像是这个还哪个 反正还下了两个 那有一些有一些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每个都下呢 因为有一些在ubuntu安装完了 自己就带了 包括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已经安装了了 incursus 我们刚刚已经安装了了 好 这就是我们dependence显示它的依赖关系 下面这个search就太重要了 我们就好像我们刚才要装它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就用search emtcache search search是谁呢 search我们刚刚知道 我们要装的是incursus 那么我们给它加上一些通配服 这个 incursus 拼错了 ok 加上一些通配服 那么通过这个通配服 我们就发现查出来的内容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就去找嘛 我们就去找 当然我们可以就可以干完了 就是可以用上我们的less less或者more 这样的一些通道了啊 用管道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啊 我在这里就看到了 这就是什么呢 开发者类裤 forincursus 所以我们刚刚装的就是这个 就装这个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共享类裤 对吧 你也可以用一些共享类裤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查找出来就这个 那么好 以后如果我们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比方说 我说我要装一个ftp服务 ftp服务器或者ssh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找呢 我装哪一个软件呢 因为大家要相信我 就这类的软件或者类裤 同一个功能的 我们可以的选择有非常多 因为Linux发展这么久 它的类裤啊 软件包啊 成千上万 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去选择呢 就我们就通过这种关键词去查询 当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比方说 我下面要装一个ssh的sr的 就这样子来定 不用这个 第一个不能用信 手字母不能用信 再加个信 哇 这个就太多了 对吧 这个就太多 然后你就要去慢慢的去进行挑选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通沛服 在缩短啊 在缩短这个距离 奇怪啊 这个手字母不能用信 我记得好像以前用过 然后我比方 这样子来 格式错误 这样子呢 哦 这里还有一些格式啊 我以前好像就直接通过 表示我们再查一个ftp相关的吧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ftp相关的也有这么多 也有这么多 那么哪些事呢 我们就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查找 这个查的不是特别准确啊 不是特别准确 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演示 好 大概知道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search 通过这样一个search 像我们如果已经知道有些名字了 比方说openss edge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新 就比较容易去查询了 就比较容易把它查出来了 比方说我们再来个search 我记得以前版本是可以的 现在怎么不支持这种 我以前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查询呢 然后就可以找 像我比较常用的ssh服务器段 我就会用这个服务 我就会用这个服务 但我们还有很多服务可以去选择 后面都有详细的这些介绍啊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apt cache的这样几个命令 那么重点要掌握的是哪几个呢 其实这个也不可以 不用先重点掌握 重点要掌握的就是 dependence search 还有show 这几个要重点掌握 好 把这几个重点掌握就行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针对我们的apt 我们只需要掌握aptget的两个命令 和aptcache的三个命令 就可以了 在目前这个阶段啊 那么其他的如果不会的 我们忘了也没有关系 一定要去理解啊 理解这些参数 理解这些命令的名称 即便我们真的忘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main来进行查询 对不对 实际上很久不用的话 很多生疏的命令 我也会忘掉的 就好像我刚刚给大家在演示的时候 search 我以前用的比较熟悉的 我现在好像都 好像查出来都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也需要再去看一下帮助 再去看一下帮助 那看帮助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非常非常有用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在aptget install的时候的一些工作步骤 我给他做了一个总结 第一步 是扫描本地软件包的列表 就是肯定大家想象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们apt的话 有有很多的源 软件源是在internet上的 但我每次去安装一个vim 这个软件包的时候 它如果每次都要到internet上去取 是不是很慢呢 所以一定本地会有一个软件包列表 跟internet上面的进行一个印象对应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去对比两边 对比两边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本地一定是有一个软件包的这个列表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执行store的时候 先去扫描这里头 比方我要刚刚调用一个vim 就看我们这个vim有不有啊 然后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 第二 就是进行这个vim软件包依赖关系的检查 依赖关系的检查 这个还是在本地做的 从那个列表里面 第三 就是从软件包指定的apt源中 这就是internet的 中下载软件 我们相应的软件包 以及这个软件包相关的一些依赖包 第四步 就是解压软件包 并且完成安装和配置 这四步我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吗 就是因为我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 注意看他这些log啊 注意看他的这些log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猜想 给他猜出来的 那么这个猜想 我当然也经过了验证的啊 也经过了验证了 那么下面我就要问大家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apt的这个source的进向站点 就是软件包列表 信息存在哪个地方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存在etc下面的apt 下面的source.list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 配置文件在etc下面 那么apt就是这个包 然后source.list 我们来看一下啊 etc下面的apt下面的source.list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网站 大量的一些网站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internet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仓库的一个列表 包括debbing包和debbing原码包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加入自己的包进去 将来你也可以建一个软件仓库 然后你把这个加进去就行了 加进去了过后 不要忘了要执行一遍update啊 就是我们的aptaptgetupdate 让让他去更新一遍啊 更新一遍 那么更新什么呢 更新的内容是根据这些网址来 跟把那里这些网址里面的软件包的详细的版本信息 更新到我们的本地建一个锁影表 那么这个锁影是存放在哪里的呢 锁影是存放在VR下面的lab下面的atp apt下面的list目录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啊 VR下面的lab下面的apt下面的list 大家可以看 这些就是锁影 而且我们可以猜 能够猜到这些应该是压缩格式的啊 压缩格式的这样一些锁影 这其实就是一种数据库格式 说白了 所以他这个锁影为了高效 它是以一种数据库格式来进行存放的 想象一下 大家如果来做 也肯定会用数据库格式来存放 对不对 可能是一种文件型的这种数据库 你说Messico 那可不一定 因为Messico还没装嘛 对不对 Messico服务都还没装 好 这就是锁影存放的地址 那么我们在apt当时在下载的时候 apt get在下载的时候 那么下下来的那些包 他会放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知道下载的都是第一包 对不对 第一币的这些包 那么这些包会放在哪呢 我会告诉大家 会放在VR的cache下面的apt的list的下面 一个是lab 一个是cache 我们注意区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进入 进去看一下 缓存 这些包都是缓存的 算是临时性的 看一下 不是list的 说错了 说chouse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些dev包 我们刚刚用过的这些dev包 是不是都下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有 有的人不知道这个电子包 从哪下的话 你们就 你们就记住这个地址 就记住这个地址 那么这些地址 你们就很好奇了 上帝 你是如何知道这些地址 事实上我也不是死精英贝的 我也不是死精英贝的 因为我会看帮助 所以你看帮助是多么重要 那有的朋友说 哇 全部都英文 所以再次证明了 英文是多么重要 对不对 而且这些计算机英文都不复杂 其实你有三级 或者二级的这样一个能力 就看得明白 这些词汇量呢 就自己去累积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 apt gate 直接到下面 这些帮助 Linux帮助 虽然格式可能跟我们以前 看常常见到的 Java呀 Android呀 还有我们的Windows 下面的帮助 格式有点不一样 但实际上他写的是蛮好的 写的也很详细 当你习惯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原来那么亲切 好我们看一下files 跟他相关的一些files 就在这里 这下面 source list 他就说了 locations to fetch packages from 就是 从我们 我们的 就从哪里得到了 我们的包的这样的一些位置 那么还有一些 杠地 点地 这个就是一些碎片 就是一些碎片 每一个文件 你看地址 还有一些apt的一些配置 是在哪个文件下面 还有preference 是在哪些文件下面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下下来的包 放在哪了 是放在这个地址下面的 对吧 还有就是 我们的索引 我们存储的 用来存储我们什么呢 存储我们的状态 为什么 为每一个包资源 存储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 是在哪里 在这里 我们简称 所以 我们简称 所以 好 大家下来 自己看一下这些帮助 所以这些东西 是不用去死尽一被的 以后当有人问到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这些原理 给他讲清楚呢 能不能把这些 道理给他讲清楚 你说我没被识 但是我立马可以 给他查出来 对不对 我立马可以给他查出来 好 至此 我已经给大家讲解了 讲解了我们的 Linux下面的三种程序的 安装卸载的方式 方法 并且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这两种 一个是原码下载和编译安装 另外就是APT的编译 APT的这样一种安装和卸载方式 那么至于 对不包的这样一种安装 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了 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掌握 所以在这些过程中 我也以三个例子 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那么下面大家就把我讲的这些 好好的去 去回顾 去思考一下 并且把它去掌握 把这些例子全部都练一下 全部都练一下 这课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休息一下 之后给大家讲解 服务器程序的安装 有什么需要扩展的内容 服务器程序的安装 和我们常用的一些服务的安装的一些演示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边 2 3 3 5 6 5 6